现在也是玉璃大西瓜的产季 玉璃正宫所特别以瓜传情举办妈妈蒙眼敲大西瓜 婆婆妈妈们用口罩遮住双眼拿着敲锤走向前方大西瓜 只要敲到西瓜就可以把这个大西瓜给抱回家 吸引了上百位婆婆妈妈们来抢着敲西瓜 玉璃西瓜 母亲节也正值玉璃大西瓜产季 玉璃正宫所顺水推舟邀请长官贵宾在台上切大西瓜 为这一场母亲节清除活动揭开序幕 新鲜现切的大西瓜美味多汁 全场吃的津津有味 母亲节吃大餐 那里母亲节吃什么 吃西瓜 这哪里的西瓜 这是玉璃大西瓜 吃完的呢 还吃吗 好甜哦 好甜哦 手拿长棍一路胡乱挥舞的朝着大西瓜的方向敲下去 现场加油声与欢笑声不断 妈妈蒙眼敲大西瓜为这一次的活动主题 只要敲到就可以将大西瓜抱回家 吸引了上百位的婆婆妈妈们来参加敲拿西瓜 玉璃正长龚文俊表示 这不仅是母亲节传情 也重新敲响玉璃正大西瓜的产业名号 不管是西瓜传爱或者敲醒玉璃西瓜魂 敲响玉璃大西瓜的名号 那我想这个都是一个行销的一个技术 那么未来玉璃正公所将站在 如何让我们玉璃的农产品 由正公所来达成民众来演戏来行销 也就是所谓的竹槽引切 让我们玉璃幼稚的农产品 能够得到更好的通路以及更好的销售价格 从开幕起现场参加的乡亲民众 就一路吃西瓜喝西瓜汁以及比赛拿大西瓜 大家有吃有玩也有的拿 还结合了夜市摊翻业者展示展示 母亲节的这一天 玉璃的婆婆妈妈们大西瓜吃好吃满 母亲节快乐 记者是玉兰玉璃正采访报道